你白天在加工區上班 上班每一個主管都不喜歡你 所以你嘴巴太大 所以你喜歡化妝 那個臉好像被卡車壓到一樣 不是這樣講嘛 人家還不是為了使自己 有那個被追逐的條件啊 不是表哥不贊成你當歌星 你說參加歌唱比賽 那也就算了 你還上電視 你是要害人家電視攏攏攏攏攏攏 不管啦你一定要想辦法 你不要生氣了 你生氣的家都會繼續看 你知道嗎 會跑到鞋子去平台 你死了鞋子每天吃八飯 聽說表哥把潘夜瑩小姐帶大 而且她的功勞所不小 現在我們請了一位導演 專門來拍你的故事 就是演一段 表哥把表妹帶成功 帶到怎樣 當歌星的時候這一段 可是有這樣的人選嗎 表妹去哪裡早上跟我這麼像的 那還不一定 來掌聲歡迎表哥表妹出場 表哥 表哥 表哥你走慢一點 你不要一天到晚跟著我 怎麼那麼煩 表哥你不要走慢一點 我自從看到你之後 每次回去做噩夢 你看你那個樣子 那知道嘛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啊 表哥 你一向都最疼我了 今天你為什麼不理我呢 不是我不理你 你看看 從你國中畢業以後 你說你要考大學 表哥呢 就希望你半工半讀 你白天在加工區上班 上班每一個主管 都不喜歡你 所以你嘴巴太大 所以你喜歡化妝 那個臉好像被卡車壓到一樣 不是這樣講嘛 人家還不是 還不是為了使自己 有那個被追逐的條件啊 叫你頭髮不要留那麼長 你前面還有一個瀏海 你看看你那個樣子 我是你表哥 我看的不太習慣 何況是第一次跟你見面的人 這是人家的特色嘛 你知不知道 我們這個人家來 大家都說我是 米露 我們這真的沒差 不然你是米露啊 你看你的笑 是這樣子啦 你知道我從小對唱歌 就很有興趣 也很有研究 因為 我從小學開始比賽 歌唱比賽都是 拿冠軍的啊 這次喔 那個 我想參加 我們館來那個 冠手比賽 聽說還可以上電視喔 還可以慣唱片 可以當歌星 賺錢 好好好 小雲 不是表哥 不贊成你當歌星 你說參加歌唱比賽 那也就算了 你還上電視 你是要害人家 電視攏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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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攏 你這個樣子參加歌唱比賽 我是不管你怎麼樣 但是最基本的一點 你可以先賺點錢 賺錢 去美容一下 美容喔 那你本身對歌唱你會啦 會啊會啊 你唱一遍我聽聽看 天天天天來 叫我不想他 也難 不知情的孩子 他太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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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e 誰的閃月圓 人家的看水 人家是看得下水土 有藥空 你這個是看完 你是剛才演吟友 你如果旦跟我走 你如果沒有預約 Erfahranti 我愛你